不了解泛國 但是對泛國的浪漫 是有所聽聞的 這個人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他是 真正是誰引他入劇場 然後他最後離開劇場 是為了什麼 那你在這個 當的這個陳述的過程中 你提到他的所謂的這個 融入的這一段 讓我更好奇的是說 他在劇場的生活中 他是一個演員呢 還是一個劇作家 就是說他演出的劇本裡面 是他有沒有自己的參與 那他的這個所謂的 這一段 融入的這樣子的一個演出 是算是 算不算是拖倒演出 那如果說是拖倒演出的話 他 又為了什麼 還有他的 著作裡面有沒有陳述過這一段 雖然說在被網民的時候 他好像是 用另外一種模式帶過 但是真正他是 這樣子的 如果說是拖倒演出的話 他為了又是什麼 他到底要表達的真正標榜是什麼 我請教你 好 這一個是之前一開始 有幫你介紹 就是他會進入秀場表演 是因為他 認識一個像說George Wack 是一個當時二世紀書的一個 墨劇演員 他跟這個墨劇演員一起學表演 那進入秀場是因為他離婚了 他結束第一段婚 要讓自己有一個經濟獨立的狀態 他就 就跟著這個 就跟著他老師 George Wack 去秀場表演 在他的隊伍裡面表演 那後來又到了其他的隊伍 他覺得他 就是因為內衣妨礙到我的動作 所以我 我覺得把他脫掉 他覺得他那時候 他對於這一段 脫稿演出的一個詮釋是這樣的 他自己講 就是妨礙到 妨礙到我 我沒辦法表演 那我就是要擺脫他才能夠 做某些動作 然後為什麼離開 離開 他後來離開 因為他其實在巡演的同時 就有在報紙寫 就是巴黎城報 寫稿 然後他跟那個巴黎城報的主編後來 發生 就是情感關係 後來他 就見了他的第二任丈夫 後來他就在 他的 就在城報 巴黎城報工作 就到報社裡去工作 好那還有什麼 嘉宇 請問 現在你有什麼 我老師也有問題 好 很單純問 沒關係 我們就問一下 所以我只是好奇說 在 看起來克萊克在 法國工作裡面 其實蠻重要的 然後在20十幾年 因為他 剛剛欣凱也說嘛 在 世界報晚 海上 百大法文 地圖的 是有名 對 對 對 那 這是非常少的事 比如說我們 很多 藝人 也要看到他的 比如說 坤德拉有一個 消防書 有在裡面 然後 布斯科他們不用 但是 費之傑儒也有 大安小春也有在 所以他不一定是法語文學 不是法語文學 但是是 他們選了一百本要給 法國人 他們要看 那 格萊克是最準 是其中的一本 所以他那個 已經變成是一個 可能像他們 中學生 會念的一些 我有那根書牌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可以放在哲學信息的上面 然後大家去看一下 就知道 他們建議他們的小孩子要看什麼文學的作品 那一百 一百本 他那個建議是建議給他一個 我以為 剛剛聽你講我以為是建議給一般人 就一般人 一般人 一般人 就是一般人他們 補著卷 那第一名呢 第一名大家猜是誰 會是誰 追憶事成 蛤追憶事成年王 還有咧 迂彩世界 迂彩世界 還有咧 三劍哥 小王子 還有咧 第一名是 跟那個 異鄉雷 那個小王子好像排第四名還是第三名 第三名第四名 那把書單放上來 大家看一下 我書單放上來 大家可以 就是說 因為他是這個建議書單嘛 可能你 認為的書單可能是另外一個 比如說每個人其實都可以建議說 我要讓我小孩子看 或者我的朋友推薦一百本書推薦他們看 那首先你要看過超過一台本 就要看 Memprejian 這些書值得看 然後比如說像在 最近比較流行的這個 The Music Hub 那個 悲慘世界 那悲慘世界其實 如果看悲慘世界 再看19世紀末到 18世紀末到19世紀 出的那一段的整個歐洲歷史 實際上是非常非常有趣味的 然後比如說我們看那個 看紀錄山恩仇記 看悲慘世界 看這些 這些我們所謂的世界民族小說 很多部分都 如果仔細看都可以看出他們 當時那個熟民生活 那個乞丐很多啊 然後那個 那個階級的不平等啊 比如說講 像我都會建議我的學生 如果去看 想要了解什麼 共產黨宣言 那你就要去看那些小說 你看那些小說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會有些衝突 衝突會這麼嚴重 那個階級的問題問題 那真的要看 看那個權益本 不能看 呃 只是 什麼 那種結益本啊 就是只有故事情節 因為其實他們做了很多 社會性的描述 當時政治的描述在裡面 可是到最後我們都忘了 都直記了故事 誰殺了誰 誰愛了誰 誰最後成功了 這是那種成功的例子 成功的復仇 或者是 呃成功的平板 那細節都 都跳過去 那是比較可惜的 那我剛剛的問題 比較小 是在想說 當然就是說 我覺得 洪軍今天翻譯這本書是 呃很不錯的一件事 因為 如果這本 這個小說這麼 這麼重要 那在台灣 整個出版史上 從來沒有出現過 這個名字的話 這說明台灣的出版 在台灣 界有點問題嘛 對不對 就我們在引誡外國的 重要的東西的時候 前一百名都能引誡 很奇怪 當然我只拿 人夢的那個 是有點太粗暴 沒錯 但是 但是仍然就是在台灣的出版 我覺得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 我們似乎有一種 就聽過一些大名字 然後除了一些大名字之外 東西我們就都不太有概念 然後 可能前二十名之後 我們可能就都 在出版界 就不太會知道 那或者很多東西 只聽過名字 好比說 像 去年出了 去年年底出了一本 《光靡不服從》 那個作者在台灣的出版界 Solo嘛 他出就一直出那種 不賓散記 出了不知道幾百 然後Solo的其他東西就 出了那樣 這是 戒嚴的依序 對我的問題就是說 到底為什麼台灣的 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好比說剛剛講到佐拉 之後可以出的話 不知道能不能安排佐拉 但是 佐拉在台灣 好像也沒有太整 以前可能很久很久以前有過 但後來就整個沒有了 然後 第一名異鄉人 是台灣一直有出 但是 考慮了很多東西 也還是沒有出 整個台灣出版界似乎有一種 問答算把東西出完 出一個 的感覺 我沒有怪 我只是好奇 這心象 像他那個新潮文庫 新潮文庫 上次我通過新潮文庫的 老闆他有來 哲學新節目 他來參加的時候 後來我就問他怎麼去懸殊 他那個在 我說你選的那些書 其實什麼 什麼水筆啊 什麼 都在見識時候 沒辦法弄 所以他們都 大量做翻譯 翻譯出來 一些東西 比如說像反抗者 反看者 這些東西 可是當時整個台灣的環境 卻是在進入到 個人把生命虛無化 把虛無當作個人的真命的價值 或者是 他們很少去考慮到公共名譽的部分 因為其實在異鄉人有一部分 其實上都在談論法庭的審判 他也不是 他在反映法庭審判的不公 可是我們很少去談那個 法庭審判不公 當時的那個狀態 我們就回到說 他如何跟他的 老婆啊 女朋友 愛情的故事啊 然後他怎麼 他怎麼殺那個阿拉伯人啊 其實那個阿拉伯人他也是看的 透過他的 第一人稱的方式 去說明整個法國人 對阿拉伯人的歧視 當時都是可以看得見 那個部分 包括阿爾及亞戰爭 那個問題 那如果說沒有後面那個部分去談的話 我們談異鄉人就會談成是說 因為 為什麼你殺了那個阿拉伯 開了四槍 因為太陽太大 這個東西大家就不斷的 不斷的去說 他因為太陽太大 那可能人的生命真的有一種 這種純然 個人虛無的部分 可是 他好像也不是只是講這樣而已 所以 因為我後來去 去跟不同人談異鄉人的時候 不同的年紀在談 異鄉人看到東西完全都不一樣的東西 對 然後我也問過那些小朋友 他們看到 他就問他 女學在裡面感覺最好是什麼 他說 可能也是 對高中生 高中生大學生 剛上大學 他們就 喔就是可以 跟他女朋友在海邊裡面擁抱 羅勇 就這樣 就像這種東西 這也會是一個 那你就知道說 每個人考慮的重點不一樣 倒不是說 說 這個事情是誰比較重要 誰比較不重要 來 那個 對 是 那 因為 谢谢大家